两年一届的精英节刚落下帷幕,各开引起的讨论却远远还没结束,本届精英节的最大赢家菲迪丽热巴莫属,她不仅被选为精英女神,还一口气拿下最受观众喜爱女演员,最具人气女演员两项大奖,成为精英事后,但是网友却对这个新进事后, 一点都不买账,和她一起入围最受观众喜爱的女演员奖的既有刘涛,孙力,袁拳,燕涛等老牌女演员,也有经几年迅速崛起的演技派小花洋子和看青子,但是迪丽热巴却凭借一部翻拍韩国的偶像剧《漂亮的李慧珍》,就能拿下这个国家击打奖,这不是在侮辱那些精进夜夜演戏的老艺术家吗? 因此本届精英节的权威性严重,受到网友的质疑,迪丽热巴的得奖也被怀疑是节目组早就内定好了的,其实网友的怀疑不无道理,小巴看完整场晚会,也觉得一些安排分以所思, 比如说在定留言说完或讲感言之后,何景送水果的桥段,何景嘴上说着给大家分水果,但是却拿起石榴就走向迪丽热巴,明显不是真心想给嘉宾送水果,只是想Q迪丽热巴出场而已, 只有实创的王刚老师查起水果吃了一块,水果车也停在了原来的位置,可怜其他演员连水果的面都没见着,何老师把石榴递给迪丽热巴之后,还问他这个味道熟不熟悉,迪丽热巴十分配合的说, 这是新疆的石榴,接着何老师便把迪丽热巴拍摄第一部戏,体验生活,时节时的老人家请了,上来,上电的一场以热巴为主角的感人大戏,这个套路真的是很深啊, 小巴都为这一系列的三操作惊呆了,这明明是丁柳元刚得完最受观众喜爱的女演员奖了,就算节目组要Q也不应该Q一个小时之前拿这个奖的迪丽热巴吧, 而坐在旁边的烟桃似乎早已洞察一切,脸上的表情十分耐人寻味,何舅给迪丽热巴纵十六的时候,他先是上下瞥了迪丽热巴和何舅两眼,接着伴随着迷之微笑别过头,在请老人家上来的时候,所有演员都朝嘉宾出场的方向看去,只有烟桃仍旧气定神闲的牧师前方, 对该配合节目组的表演是而不见,其实烟桃也入围了本次最受观众喜爱女演员奖,但此时他已经彻底沦为陪跑的,坐了一晚上冷板凳, 这个时候还要和其他老演员一起看这个明不复时,则是后演这场大戏,心里难免有些不痛快,烟桃对这次的奖还是抱有挺大期待的, 前几天他发微博还特地强调了没有奖杯这件事,似乎心里还是对没有得奖这件事心存借地,别说是烟桃本人了,万千的网友都在为他鸣不平,凭借鸡毛飞上天拿下白鱼蓝事后的他竟然输给了漂亮的李慧真理的底力热巴,想想都觉得太魔幻,小巴觉得电视节的意义,不就在瑜伽讲好演员,鼓励新演员向他们看齐吗? 但如果演技好的老西谷拿不了奖,反而让演技受质疑都拿了奖,那,不就成了天大的笑话了,精英节这样无疑是在作死,希望下一届精英节不要再伤老西谷和观众们的心了。